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可以開始了 首先我非常感謝大家出席今日的足球會 我很簡單講一講 國理同行是一班人主要是一班朋友 都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 在參與不同社會的事件 特別是現在我們覺得 這是非常緊張和關鍵的時刻 我們走出來一方面經了立場 這個原則 根據一些很時事性和比較關鍵性的事件 是發表我們意願的 這是我們的主動目 今次是我們第二次的功課會 今次的幾個足球會 其實在我們發出的邀請行 很簡單將我們幾個重點 想提出的重點寫得出來 第一點是說 根據不同的民調和剛過了的大型 18號的遊行 其實很清晰的一個訊息 就說市民要求對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個要求、訴求 是一點都無同意大 我們更加認為 我們提出一個字眼叫做復和正義 這件事在外國、台灣、其他國家都是出現了 強調如果要達到一個真因政治的和解 和減少紛爭 首先一定要有真相 第二是責任 第三是尋求解決方法 我們應該跟著這個原則去處理今次的調查委員會 因此我們覺得現在 將整個事情給監獄監獄會 基本上只能夠針對其中一部分 當然我覺得可以並行不潑 但完全不能夠取代我所要求的 這個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是第一個 我們非常希望可以精釋表達出來 第二是很多人會覺得 今次如果真的要做一個這麼大量的調查 會否時間上、人力上 各方面來說很長的時間 會否做不到呢 第二個我們很希望做到一件事 就我們這個階段來說 是可不可以提出 對於我們心目中所希望的這個調查委員會 那個職權範圍、職責那個調查 職責那個範圍 我們能不能夠凝聚到市民更多的共識 究竟我們心目中希望就這些調查 能夠是著手馬上去做 就是這件事的問題 我們就希望能夠盡快對社會 達到一定的平靜和減少分枕的作用 我們都發覺不少同路人 包括普金人那邊 也提出了其他主要聯盟 我們覺得今天我們可以 這個機會有其他代表 是能夠希望多些 從不同的工程界、法律界的角度 是對現在所提出的職責範圍 能夠更加豐富一些 能夠更加好 是凝聚到不同環節的市民 對這個獨立職責委員會 希望能夠包含的範圍 是能夠有更加清晰的圖像、形象 可以出來的 所以今天基本上 我們希望這兩方面 能夠作一個探討 或者解釋 首先我們希望 我們今天幾位講者 大家可能都見過了 首先講大法律系的張達明先生 首先幫我們講一講究竟 他怎麼看這個角度的調查委員會 以及所謂的復和政治 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和我們都堅持的重點 是為何覺得整個事件 能夠帶來一些真正的效果 我可以在這裏 或者可不可以 先來一講 好嗎 好 好 大家好 我進正題之前都容許我開場白 坦白說 以前我沒有想像過 可以就類似的課題開設了招待會 因為坦白說 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不會是甚麼新的東西 不是說立法事件要開一些記招的情況 但是我看到現在的時勢 我們的政府不斷地用不同的方言 不同的方法嘗試轉移事事 使得好些市民可以越來越混淆 我亦都一班大家接觸到的朋友 我覺得好像有很多東西 我們無權無勢 很多東西是沒有人發動得到的 但我們又不想好像叫應命 甚麼都不做 我覺得正是政府是這樣 我們都嘗試就是 我們就是盡量爭取一個平台 我們亦都可以去講一些事實 令到政府不要很主言視線 因為我看到現在整個趨勢 就是用很多自然視看法 嘗試瓦解這些運動 做到它所謂止暴平衡 除了支援線 同一時間它又會做很多的 所謂高壓的手段 那這個我想都值得大家關注 譬如大家看到了 政府現在整天都 市民的訴求很清晰的 有基本的很共同的訴訟 兩個走不走的 其他的都會有很多人想爭取 一個就是撤回 這個《逃犯條例》的修正 一個就是成立 法定的獨立的結合委員會 這兩個看一看 是沒有改變過的 但政府不斷地轉移視線 看到最近有拋很多的東西說 又說那樣東西不行 那樣東西不行 跟著又說成立一個平台 跟人去溝通 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 他在平台做些甚麼 因為看到政府邀請的人 那些人 基本上這段時間 都在跟政府溝通的 他們不是說 跟政府是以往溝通不了 現在政府的改變初衷了 於是肯同一些意見人士 或者其他人去溝通 他不是的 其實看到他請的人 基本上 一向這麼多年以來 都很幫政府做事 都願意跟政府溝通 事實上我所了解 當中有不少人 在這段時間 都私下和政府溝通 跟政府的官員說 你承諾到自體委員會 那當政府私下的說法 就說不行 因為警察反對 公開就不是這麼說這件事 但是看到這些謊言 我們需要 是藉著這些機會 跟著這些機會 去說出來 所以很快就說回 其實獨立自體委員會 其實是一個黃道正路 是去處理現時的問題 絕對有先例可循 有法例可依 也都是既定的機制 第一 政府要說到 就是說 這件事是不行的 我不明白 真是不明白 為什麼 除了去私下 放空講 因為警察不肯制 但是如果這個就很糟 可能你不肯問回政府 這個是不是主要原因 是不是他私下 可以跟中大人這樣說 但是公開就不敢說 有其他的理由 我們要突破政府的方面 如果警察真的有反對的時候 這個負責任的政府 是不是應該去嘗試說服警隊 讓他們明白 成立獨白自體委員會 反而這個是幫大家 去重回正軌 可以真是白到 長遠來講講 復和 去解決警民關係 這件事 他是不是應該盡責 去私下游說警方的高層 慢慢傳下去 去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倒轉的 就是因為這個階段 可能 是有一把聲音說不行 其實說真的 警察不行 不知誰是特別警察的 是一支高層 或某一支警協委員 還是說真的 他真的有問過 問卷 問過三萬個警隊 是否真的覺得不實 他就說我看不出來的 從前置警員來講 他就說更好 你查清楚 如果高層的調動是不對的時候 我不用私下 在 WhatsApp 群組去罵高層 反而是有人去給官員解釋 我們都要跟凹凹做事 如果這個凹凹不好 明顯有好點凹凹 就做得更好 不用我們那麼辛苦 外出被人罵 其實我相信很多慈善警員 你不可以談的時候 他們為何要反對 我想很快提出 現在政府說的公開理由 經常都說監警會 擴大他的職權範圍等等 都是已經重複了 我的觀點 這不是新的觀點 大家已經講了很多 我很清楚說 我不是說反對監警會 繼續做他應該要做的事 他有法定職能 很多投訴的處理 他應該繼續去做的 那實際上 有很多的投訴的處理 是應該監警會 繼續履行他的法定職權去做 當然就不好好似昨天 他是副主席這樣 都沒有處理 投訴就已經定了案 為何沒問題了 如果這樣就不自己傷 監警會他威信的 但如果他是拿正來做的 那你說有些投訴處理 是監警會可以處理的 大家知道 監警會根本怎麼可以 真是去處理到 我們現在社會面對的問題 就是搞清楚檢警處理 真正 做不到的 還有一半 據說 一個很基本的 都是常理的 為何 現時來說 政府 警察 好像這麼反對 獨立調查 由他接手監警會做 沒想到 是不是他們高層 他是怕獨立調查結果 他們不想聽 他們知道自己 有些事情做得不對 但就不想 一個人是政府委任的 一個組織說他不對 你問他不對 他就可以不理你 在他自己委任的 一個獨立調查的時候 得出的結論 但這件事就很糟 我們政府不應該是這樣的 有錯就改 你不是因為 自己裏面都怕自己不對 但經過不了關 於是就說 我抗拒做這件事 不去改 到關於監警會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嚴責 現時監警會的委員 如何組成 我想他在法例之下 監警會也不會有最終的決定權 因為法例之下 監警會只可以提議見 應務處處長 接不接納 對應務處處長的決定 我們都試過 沒有提議見 他不接納 所以中間 是很多的 大家嘗試 是得出一個共識的 所以監警會 真的跟一個條件很不同 很多要談出來的 談出來的 有時的確確 就是很多事情 真的不可以去搞清楚 還有另外一個 大家如果說 監警會 是沒有一個法定的 傳召證人的權 亦都對任何人 願意給資料的時候 對那些人 是沒有法定的保障的 這個大家可以預期 當監警會說他做的時候 警方他可能願意合作 提供他對他有利的版本 告訴他 但另一方面 我們怎樣去期望 那些所謂 參與前線的示威者抗爭者 他們在沒有任何保障之下 是去監警會去提供資料 而這些資料可能將來成為 警方控告他的罪證 這個是保障不了的 但記得最初成立的時候 梁警方主席自己都承認 如果我收到這些資料 我要交給警方 如果是法國友是法罪資料 當然後來他是要通監 要收回 我不會再交給警方 但他沒有解交的問題 如果警方要求殺取 其實監警會 是沒有一個法定的權力 是不給警方 都是爬案的 如果你是有殺罪資料 警方主席被殺取的時候 所以 這是一個行政 我想那些抗爭者 他們是知道的 因為有書 告訴他們他們就知道了 你可以預計 他們怎樣會願意出來 讓你去見面 去告訴你 因為他說的話 你保障不了 將來會不會被政權 用來控告他 去讀灰 保障不了的時候 你怎麽可以 這樣可以 那你收回資料 一面倒 就是去 警方有利的資料 那得監警是怎樣呢 這是很多這樣的限制 是令到根本不可以找到真相 但那個法定的獨立資料 在委員會 翻譯很清楚 在委員會 作證那些資料 不可以拿來用作文事或刑事的用途 還有 在委員會 他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都是經驗的 有時候 他覺得是一些文化人 甚至可以容許 那些人 是不在公開的聆訊裏面 去被職工的 他在密門 即是有些人 知道他哪一個人 他可以有方法去保障 去給職工意見的人 因為法律的保障 他拿這個意見也不可以拿來做 一個 他是有這個法定的權 去做這件事 去保障得到 但是 你知道之前 就有一些 我看到一些 所謂的建制層的人 傳說 正正是這樣的 那些人 你言義見 你不就接著不行 但是 那個又有誤解 因為那個保障 就說 你在法庭上 他說的東西 本身不可以直接拿來用 但是 如果警方本身 撇開調查之外 他自己本身有證據 告過那個人 他仍然都看來證據 即是他沒有實體道 那些人 他協議合作 去奔養會 他不會因為這樣 自焦麻煩 自焦罪 他不會這樣 如果真的要告他 那些人 評論沒有發言 本身沒有問題 我不用花太多時間去講 因為都有些朋友 很特別去講 但是我想說 或者加多樣 可能最近也有流傳 就是一個很資深的 前代的法官 李顯倫 他有傳出來的一句寫句 反對 代入結合委員會 我也有看過 當然 李顯倫先生 我都叫做大家都認識 很多方面都結論他 但是就回這個議題 所以我這樣說 我覺得他不是給到一個答案 或者別人給到一個分別 因為我看他整個論述很簡單 哇 這麼嚴重 這麼多東西查 你怎麼可以期望 他查到所有的東西呢 這個 坦白說我就不知道 那種就是 就是好像 見到這麼多 不如什麼都不要做 然後當然 他又回到這裏說 我說這個應該是特區政府的責任去做的 你不知道嗎 如果我們的特區政府是責任 做事 根本就不用我們做到 根本就今天了 我還不知道浪費時間 可以記招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麼多事 就是根本政府去遊行 為什麼我們現在特區政府 一去到的地方 他管治得到呢 他自己做得到呢 如果他完全做得到 這樣沒問題 其實為什麼要做最後一會呢 但是正正是 現在看到整個管治 根本已經不能管治了 你不去找回真相 重新上路 是不能搞的 沒錯 那套立委會 不要想著這個是 萬應名單 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我們從來沒有這麼說過 但是起碼 他可以處理到一些很重要的問題 甚至你說 如果太多事情 那很多學生 說得如說 都這樣說 你就先 選一些事物 最關鍵的事件 你先去查一下 你再有時間 再做其他的事 你可以這樣去做的 所以你不是因為說 太多事情做 一個兩個搞不行了 所以我就不做 你也提不到好的意見 那不做可以做些什麼呢 所以我剛才說一件事 就是說 我希望大家市民 不要被政府轉移事事 要繼續 我們要去追問政府 給壓力政府 要它走回一個黃道正途 就是盡快 成立調查委員會 去明清真相 我們其他才可以去講下面的 不知道其他細節那些 我想我就交給其他的講者說 謝謝 謝謝春唐明先生 春唐明先生 是我們這個 和理同盟的其中一個 有幾個成員 另外一個成員 就是程唐先生 他本身也是一個 事事辯論員 或者可以很快地講一講 OK 明白了 應該是 應該是程唐先生 會做一個 很冷靜的 我們希望 剛才講了 有很多意見 就是說 這個調查委員會 會不會太大 做不到這些工作 我們想聽聽其他意見 就是說 它提出比較實在的一些 集團範圍 希望幫我更加清楚地 可以解釋到 這一個心目中的調查委員會 非望能夠 行蓋這些調查委員會 可以解釋到 更加強烈的 更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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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想 希望 沒有人會被 受到 更加強烈 更加烈 更加烈 我覺得 如果 抗議 警察 都會害怕 他們在這陣子 看到了 有些 公司 被捕捕 被捕捕 或 誰 被捕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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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被捕捕 在醫院 而 非常 受到 人們 皮 是 而 揽 莫 能 解 解 在香港和香港的改革 和改革改革的改革 在香港和中国的改革 所以我希望 没有人会发生煙 从事实现 全世界看到 以后的疫情 我希望 那些信息 如果我们想进行 北京必须相信香港 只有一个解决 这就是 北京的信息 香港 信息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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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很诚实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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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香港人 很诚实 香港人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 他们会追求 香港人 然后他们会追求 中国 如果你们相信 他们会追求 准备 所以 一国 两国 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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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它做 它 brings people together 它 provides a process 所以它没有快 answer 但它 provides a healthy process 现在的IPCC 是好 它 happens 有什么不错 跟这个IPCC 它是基本的 一个 fact-finding study 这是什么它做 它 finds effect 它 provides the context for complaints against the police 所以当 there are complaints and there are many complaints the police needs effects and theIPCC needs effects to consider the complaints 所以这是 what IPCC does and I'm sure that Anthony Neal will do a very good job in making sure that this will be done well but IPCC is not a solution that we're looking for so because theIPCC have private interviews there is no right to legal representation so there is a lot of shortcomings in that process compared to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now commission of inquiry is cap 86 ordinance so that it has a lot of wide-ranging powers to make full investigation which is probably exactly the problem the police and others may b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evidence gathered during the process especially probably the inquiry into the accident at Lama and the subsequent prosecution of an officer of the Marine Department has probably scared a lot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police because the prosecution of the Marine Department officer was not by the commission which was done by the police but after all the evidence was gathered and the process was completed the officer was not let free so we have to make some assumption here that this is what scares definitely the opponents of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 supporting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as a good process we believe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s a good process but there are two probably shortcomings one it is the chief executive that makes the appointment and specifies the subject of the inquiry nobody else so the terms of reference are missing the cap 86 is very broad it just says broadly chief executive shall make an appointment and specify the subject so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terms of reference is missing and probably the second one is that the section 7 of the cap 86 only extends limited protection which is the fear that we have since the Marine Department inquiry so those are the two shortcomings of them so I Kenneth Martin earlier this week has mentione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with Procon that he's considering a private bill now it doesn't have to be a private bill it could be let me put it this way that there should be a separate bill a public inquiry in the 2019 disturbances ordinance a separate ordinance which allows you to use all the strength of cap 86 but you specify the terms and you extend the protection the privileges so if you do a separate bill you can copy basically 86 you can build in the terms of reference and you extend the section 7 to give broader privileges broader protection so if that can be done that would be great now if the government does it it would be perfect and otherwise a LegCol member can start it and Kenneth Lung has promised that he is ready to start a private member's bill so that is that would be helpful because then a commission inquiry can be started in terms of reference I'm not sure if they have been handed out but you have copies of that in front of you I'm not sure that I need to go through it but it is quite broadly stated it looks at the facts and I think Chin Chin you're going to go into the need for quite a broad public inquiry not a very limited public inquiry so I leave it to Chin Chin to do that what I'd like to point out is there have been some suggestions that there was no inquiry in the UK riots there's been some discussion along that the UK riots were very different lots of different riots throughout the UK for many different reasons very different from Hong Kong we have a very specific event all the protests we have seen are very connected it is one event taking place over a long time but they are connected it is one event so it is much well suited for a proper inquiry rather than just leaving it to a panel but of course a panel in the UK is already much better than an IPCC in Hong Kong let me just put it that way so the reference from the chief executive to the UK riots is an interesting one so I'd like to close and urge again the protesters avoid violence don't create any smoke which is going to hide the reality that we have seen early this week the pressure on the corporates to fire staff the silencing of people the administrative detention in China which shows a system that 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judicial system in Hong Kong a very different value where family has to wonder where their child is and then of course the torture we've seen in our own place let the reality show itself to not create smoke the violence please thanks thanks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um yeah so um so Mr. Munson has brought out his information that that in Hong Kong is very strong to be in Hong Kong and to be in Hong Kong and to be in Hong Kong in the last week when he was talking about about the whole thing and the whole thing is not to be in Hong Kong and the whole thing 接下來我們會希望進步工程 以及工程界選委的李志明先生 講講從一個工程的角度 是怎樣看他生活中的教授委員會的職責職權範圍的 你們大家好 其實我都是公共專業聯盟的成員 我很同意司法律說 其實中國對香港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一是不信任我們 其實我們看回今次反修例的運動 其實我們見到其實不只是原理單一 都是反修例的 是過去幾年職壓下來 包括我們是DQ議員 很粗暴地通過一些法例 職累下來然後引發出來的一次大辦法 所以我們見到反修例 其實這個反送中條例 這個條例其實就是 其實只是一個引爆點 其實債務已經買在這裏 也都是遠於其實是 中國對香港那個不信任 找得越來越強 那我很勤奮希望這裏 就是從福斯馬尼斯坦說的 就是中國要對香港的信任 一個兩制不是一國 是兩制更加重要 因為一國整天都是一國的 兩制就是那個制度 真的要香港人去行動 那作為一個工程師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起業建築 很多時候都是有一個設計 有一個施工的過程 那如果有一天的失敗 譬如是一個殺手禮 那我們都要找出一個原因 找出一個原因 我們就真真正正是要想 找那個實際的事件 那個內因是怎樣 那麼我們看看 其實如果我們只是強調 這個監警會 只有一個效果 就是將警察和市民對立 就是說你現在發覺 整件事六七八月 其實都是發生的事件 全部都是因為 警察和市民對立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笑話來的 其實警察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是用來所謂我們要維護這個發展 那有沒有用到過動武力 其實這個監警會可能有機會做得到 但實際上整件事怎麼發生呢 譬如我們看看 有好幾個情況 譬如好像六月九日 一百萬人流行之後 那特首馬上出來說 我們要繼續聽人發禮 那六一二就有一個六一二事件 然後六月十九日再二百萬人上街 每一次我們發覺 其實我們有一個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個很溫的 其實沒有做到 每一次我們發覺 我們做的事情 都好像是火藏家人 去到現在 我自己都得到失控 一發的害手神 那我很同意師傅們說 我們現在應該停止 大家停止這個暴力 那我覺得昨晚在葵方 和葵方跌策 其實算是一個好的開始 就是我覺得警方相對 是黑制作 昨晚一直在看著電視 那昨晚前晚 還是不是 前晚元朗 不好意思前晚元朗 警方是黑制作 那我覺得這一個是 合理的做法來的 我覺得現在希望大家 冷靜地講解 我們將整件事重建究如何 所以其實我們強劫 就是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重要性 就是在於我們可以找得出 超越一個監警會 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們不反對監警會的調查 我們不反對林楷設立一個對話平台 因為任何一個溝通都是好的 雖然這個對話平台 正如剛才剛才所講的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因為現在那個構成的原因 但是不要緊 總之一個開始 有事情在做就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覺得 更加重要的是 政府立刻出來說 我們現在立即籌備 成立一個獨立技術委員會 其實這個已經可以很大程度 將整件事件放到廣溫 我們再具體的經驗 例如包括 剛才各種不同的方法 好像林繼昌議員說 他可以提一個私人法案 結果我們可以公開討論 究竟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究竟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 裏面的可用 因為我是選委 我記得很清楚 在我們選舉的過程中 我們要請了林太太和我們溝通 林太太也很強調她自己的口號 就是reconnect 同行 但是我覺得似乎 林太太也很強調初心 但是我覺得似乎 她越開始忘記了自己的初心 她沒有跟市民connect 沒有跟我們同行 我們希望她能夠起初心 回歸正軌 大家一起重新connect 一起同行 就是我們講的 所謂復和正義和國和公義 這個會有的精神 謝謝你 大家都看到 就是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已經成為香港 全香港各界市民的一個最大的公約所 但是為什麼她都不肯做呢 其實這個事情 是很反映到很多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去一個獨立委員會 我們要想一想 回歸2022年 四任特首 有三任 帶來重大的社會動盪給我們 第一任 董建華2003年 五十萬人上街 接著 梁振英 2014年 導致79天的佔領 第三次就是更次 而更次是史無大 總共大規模 這是一個香港社會很嚴重的深層次問題 這個深層次問題 當然不可能是一個獨立委員會 今次的調查範圍 但今次如果能夠做得好的話 其實可以反過來解釋 過去二十幾年來 為什麼香港回歸之後 會 三任特首 四任特首有三個帶來的災難給香港 所以我覺得今次 這件事 成立一個好的調查委員會 是可以找出很多問題 而這些問題 亦都是反映了 過去回歸以來的 香港的種種問題 的一個縮影 例如今次 我認為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我們不是要去 blame別人 我們要找出責任 例如今次 我認為今次這件事 可以分三個階段來做 第一個階段 就是由香港政府 收到台灣的request開始 一連串的decision making process 是怎樣 是甚麼令到林鄭會 去動動到FOO 一個很重要的條款 就是 Article 2 排除中華人民的和國 在外的這個條款 這個條款其實是 因為我採訪整個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談判的過程 我比較清楚 因為在整個回歸的後期 中英聯合聯樂小組 同意回歸之後的逃犯條例 是排除中國的 為甚麼 為甚麼當時 我具體內容 以前也講過 我跟她詳細講過 為甚麼今次 林鄭會這麼草率地 將這條 香港兩制之間最重要的防火牆 撇除了她 刪除她 我覺得我們需要去找出這個原因 是她的 在這個決策的過程之中 是本地的音盤 還是外地的音盤 我指這個大陸 因為大陸和香港 在1998年開始已經談判 已經開始討論 但是因為 香港政府當時葉劉 提出五項原則 使得北京難以接受 好了 回到現在 在整個決策過程之中 究竟是甚麼因素 令到林鄭會 輕鬆地刪除這條條款 而當年有份制定五項原則的保安司司長 葉劉 為甚麼在這次 在這個過程之中 完全沒有向她提供一些 有用的諮詢 使她能夠 知所避忌 不去拆除這個防火牆 這個過程之中 我覺得是需要去研究 在這個過程之中 拆除防火牆 這個決策 是來自林鄭本人 還是來自北京政府 還是其他幾個因素 找出這個原因 其實也是關乎到 香港特區的自治度 高度自治 去到哪裏 我覺得 我們不要看下結論 我們不一定說是 北京江與香港 但我們需要知道 這個決策 第二個階段 就是在她出了一條標 出來之後 整個諮詢過程 整個諮詢過程其實是 一切實在 一切實在 所有 在這個 面對社會 很多的反對聲音 為什麼建制派 裡面 沒有一把聲音出來 叫林鄭 停一停 就是 事後 麥美娟那些 爆粗 罵特首 在事前 你麥美娟 或者類似的 電製派的人 有沒有做過一些事情 是令特首 覺得需要 停一停 麥美娟也說 他自己的人 去到街上 來罵 既然如此 為什麽 你們不在 特首 這個 這個 諮詢的過程之中 是 向他建議 哇 大哥 別這樣搞啊 這樣 所有香港社會 提出的 各界提出的 反對意見 大律師公會 各國商會 社工 記者 為什麽各界所提出的 反對意見 特區政府都可以 置入網民 整個 建制派 去到哪裏 找出這個問題 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 回歸之後 整個建制派 作為香港 一個重要的 制定過程 制定制下過程之中 它完全是失效的 完全是 完全沒有體會到香港的民情 想著有足夠的票就過難了 我覺得這個 獨立調查委員會 亦都要找出 為什麽 為什麽這條例 可以 用林鄭自己的說話 坎口迷牆 而且徹底失敗 為什麽在他坎口迷牆的時候 沒有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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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拉他 在他 未到徹底失敗的時候 沒有人去 建議他 就是說 不要這樣做 整個建制派 我覺得都要負責 我覺得都要在 獨立調查委員會之中 找出他們 不同人的 不同責任 所以我覺得 第三個階段當然就是 之後的 9月9日之後的 警民衝突等等 我自己覺得 如果這次獨立調查委員會 能夠做得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推翻 回歸之後 歷次的 嚴重的社會動盪 是不是都有些共同的事情 我覺得 我不想做總結 但是我覺得 有一個很明顯的 共同的地方 就是特首沒有做好 他在《基本法》第四十三條 的規定 四十二還是四十三 大家回去檢查一下 我忘記了 裏面的規定 是說特首既向中央負責 又向特區負責 現在 其實 三場動亂 我覺得都有一個類似的根源 就是 我們的特首 始向權力負責 並沒有向特區負責 所以 一些很草率地 去傷害 砌出一些政策 危害到 香港一制的做法的時候 他們完全沒有 維護兩制的意識 所以 導致 就是說 既然他們作為特首 都沒有去維護兩制的時候 變成迫到市民 要走出來維護 維護我們香港的兩制 所以我覺得 一個獨立調查委會 是應該 整個決策過程 整個諮詢過程 當然 警民衝突 那部分 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但不能夠 單是停留在警民衝突 而是要去到整個決策 和諮詢過程 都要調查 調查完之後 我覺得就是 擺出真相 然後 有了真相 才能夠 能夠踏上 復和 復和 當然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這個 復和 是要 我同意 司法民所說 是要首先基於 第一 北京信任香港 你看現在北京的很多文宣 都是對香港充滿不信任 第二 是要我們的特首 是 開始有一種 維護香港兩制 這個儀式 其實 在回歸之前 很多政治人物 都被記者問過 當中央和地方有 有衝突的時候 有看法不同的時候 你站在哪邊 當時很多政治人物都說 我一定是站在香港的離憶裡面 但我們實際上 在回歸之後 我們的特首 並不是 並不是 站在香港的離憶裡面 所以才會導致 這幾次大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 就是 搞出真相 搞出事實 整個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都清楚了 這樣 才來講 我們可以怎樣去復和 我訪問你 謝謝 那 就 剛剛 特首 那條基本法 第四十三條 就是這樣說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 是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還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所以 最近所謂總稱雞蛋 稱的雙負責就是雙負責 是雙負責的 很多事情 陳陽先生 即是說 我們所理解的 獨立附近委員會 是包括這個諮詢過程 這個決策的過程 是為何要失效 以及是這個 才進入這個所謂 我們那個 警民衝突 和尋求這個解決的方法 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才相信 能夠真真正正 帶來社會的降溫 和尋求一個所謂的解決的辦法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謂 所謂復活正義的一個信息 或者 不知道大家 經過社會講完之後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我們可以盡我們那個 所了解 和我們解釋一下 剛才你們說到 覺得這個獨立調查 會不會是 不單是要查 緊密衝突 還要查可能政府的 決策過程 和他們推掉條例的諮詢過程 但有沒有說 你覺得 那個獨立調查 會不會先處理 這個部分 即是有沒有分先 投力 要處理緊密衝突 你先查了 那個決策過程 先 謝謝 我覺得可以 可以 同步進行 即是如果 你宣佈一個獨立委員會 成立的時候 這些都是他的職責範圍 他可以分工來做 譬如說 找一部分人專門去看 這個決策過程 一部分人去研究那個 諮詢過程 然後呢 或者是 大部分的力量 在研究那個 警民衝突的過程 而警民衝突的過程 亦都可以 和那個 警監會那個 監警會 那個 監警會 並行而不貴 是嗎 一定是一個 很特別的 先後的程序 還有 都想補充 就是 就是 獨立社會 查很多東西 其實那個 是 不是鐵眼一塊的 就是 平常提出了 一種的套路出來 當然 我經常覺得 我們希望看到政府 你願意先做 你願意做 當然 政府可能 我相信 他都有一些 其他持人者 都要商討 去談 我們反對 譬如說 警方 談 但是 我們不希望 政府去 轉移時事 就好像說 你說了那麼多 我就不做 做不到 很多時候 政府自己說 先而後難 那如果你覺得 是需要分間斷做 你覺得一次過 做完三兩 是人手的方面 做不到的時候 那你就先而後難 但是 最重要的是 市民希望看到 政府 是要正式 實際回應 市民的訴求 我們市民 是大家知道的 我們提出很多的訴求 要你去回應 不是說 表示你要全部答應 我們才覺得 有得商量 我們看到你政府 你願意放棄 那種強權 高壓去打壓 放棄製造白色恐怖 願意去 真是信香港市民 願意是 找回真相 從頭離角 如果政府願意這樣去做 有些細節的事情 絕對有空間 大家可以談 如果它願意這樣做 它建立那個 溝通平台就有意思了 因為它有實質的事情 要去做 那你有溝通平台 你可以找不同的社會 研讀不同的人去參與 經歷 聽到究竟 是否完全跟情合生 他提到這件事 我們現在提到這件事 一定是說 我們有一些改變 我們不會一定這樣去建設 但我們想見到政府 你不要再拖 不要再轉眼視線 你去做事了 好 補充一點 其實在文版上 公共專領聯盟提的 那個 Terms of reference 有幾點 我想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我們當然不是說 我們一定要 補冊委員會 就是用這幾點 但很重要 首先我們看到 其實就是 事實 事實 我們覺得是分於兩方面 公共專領聯盟的建議 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整個 反 條例 究竟由他 開始構思 一直到 6月15日 不要叫做 手中正審 暫停 暫緩 修例 整個過程 註冊過程是怎樣 這個 事實真相 這個是獨立立場 要找的 第二個 真相要找的 第二些真相要找的 就是整個 運動過程裏面 各方面的參與 包括一個警方 示威者 傳媒 它第一 各方面的時候 究竟 整個過程裏面 那些衝突是怎樣 形成 或者是 譬如我們中間有幾件 我們覺得會是 我自己個人覺得 是一個很明顯的 特別事件 包括6.12 7.1 通編立法會 7.21 這幾件事件 其實中間 牽涉到很多的 決策過程裏面 各種人 人類的互動 我覺得這些 其實是一個 獨立調查委員會 尋了相相 當然 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完成這些之後 給出一些建議 究竟將來 我們要怎樣處理 關係 包括政府和人民的關係 如何重建一個信心 這些就是 正正是 這個委員會 應該要做的一些建議 所以我們覺得 首先找出真相 然後做一些合適的建議 這個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 應該做的 都是中間 加加減減 我們可以添加些什麼 或者可以添加些什麼 令到獨立調查委員會 的運作 可以正常進行 這些可以談 那我們就去中文版 或者我們都可以拍一拍 各位傳媒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剛才說到獨立調查委員會 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想找到一些 在這個過程中出錯 然後需要找人負責 那想請教一下 負責的意思 會不會說 譬如 某一些政府高官 可能他出錯 或者可能前線指揮官 他沒有根指引 譬如他沒有叫他的校屬 遵任證 那這些負責 會不會牽涉一些刑事的責任 例如他可能是 特地有意而為之的負責任 因為如果 我相信可能很多 反對聲音就是擔心 警察可能現在罰不責重 因為太多人犯錯了 如果要負責的話 可能很多人都會上身 有問題 所以這個負責 會不會令到 譬如刑事責任 令到這個負責任 會不會有這個後顧之憂 以及會不會 暢熱 譬如有些特赦 或者等等 措施 令到他少些擔心 找到真相之後 會受到清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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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去解答 當然 剛才說過 其實到立比人會 他最重要的功能 和職責 是先要找回真實 其實是怎樣 有沒有改善的建議 但當然 我們在過往的經驗 不可以排除 在這個過程裏面 大家會看到 有一些特別高層的官員 他是出錯的 然後怎樣去處理呢 都是去回我們 我們這麼多年以來 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去處理 有那些來講 可能是一些政治的問責 當你說 剛才你特別針對 一些刑事的責任 來講 我自己會看 這個相對來講 可能性 不可以排除 但就不是一個重點來的 他主要不是去針對 是個別一個的所謂行為 就是整個決策過程 那裡 如果決策過程做錯 一般來講 就不會引申到刑事的責任 但也去回那個道理來講 如果假設有人 無論警務人員 政府高層哪個都好 如果他真的犯了法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個法治的社會 無論你有沒有獨立的議員會 那你都需要去處理的 你不可以 就因為 就說 我知道我自己犯法 所以我死都不給這個 合作人會 因為我害怕 會人之外就變成這樣 如果他這樣說法 他變身就是告訴全世界 香港人聽 其實 我犯法 就沒有人查我的 只要不成立的社會 即是表示警方是不做事 因為 講法規定 即是沒有獨立的議員會 如果是有證據 顯示某一些警務人犯法 我前幾天都說過 其實現在的規定 警方是要做刑事調查的 有沒有你都要做的 你不是說因為有 反而倒轉 我剛才說 那個法定的独立的 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那個獨立的委員會 它出的證供 那些東西 全部不可以直接 用在民事刑事裡 你都要獨立的 你都要獨立的 另外的認識去追求 那些 所以本身這個 這個範圍不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希望 大家不要因為害怕這件事 如果你說他害怕這件事 即是 你應該說 至於說 你最後要說 是不是白色那裡 當然 這個聲音 是不少人出的 但我覺得 這是第二步來的 反而你很動的 他不會看他查到些甚麼 看我的問題是甚麼 如果去到一個情況 發覺原來 我們過往經歷的 是因為一連串 政府的高層 即是民進出 而引致 雙方 無論警察 或者一些抗爭者 都有這些發達的行為 如果大家覺得 因為這次在市務前 是特殊的例子 在這樣的情況之後 為了令香港長生上路 如果有了這個基礎的時候 特首 到時真的 我相信 不會是這個特首的 多數如果肯成立 是會的 即是中央都覺得是搞不定 其實也沒有說 重新看過牌的 可能這個特首 他自己 未必再做 新的特首 他就想一下 我為香港重新上路 需不需要拓打一次 兩邊都特赦呢 可能真的 這個系 或者真的 這樣解決問題 也未定 不過我未去到這個結論 希望大家不要 不解決 我不是說 現在提議 現在要香港 因為我們未有基礎 但我真的不排除 如果政府知道 他這樣做高壓去處理 法政會處理 不可以解決問題 香港不是這樣管治的 香港人是香港 香港人就是這樣 不行的時候 整個體力會 要擦一著之後 我覺得為了令到香港 可以重新上路 而是需要 兩邊都特赦的 可能這個 未不失為一個 解決 大家來講 就可以重新上路 這也是有考慮的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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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happened is given by any beautiful students to Sir not be had miserable against him by the word any criminal proceedings by or against him so it might be venders hitby criminals against me but it doesn't mean if I keep if I gave evidence it cannot be used against Eric because still the use guessful so that's it's the word he knows worried about CAP 86 so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at we can set up a commission of inquiry you must set up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under a separate bill so you make a new bill this is not difficult because you can copy most of 86 and then you make changes in terms of reference and the exercise the uh the uh the level of privileges provided and protection provided so you can solve that it's not just a separate bill is required so Okay 哪些人 或者南亞開難當時 其實可能有很多不同 其實如何去增加那個動物調查 有沒有空順力 讓大家都可以信感呢 其實當然 人士方面是重要的 但是我又覺得香港 好像我同意 孫雅雯所說的 你需要相信香港 其實香港大部分 我們都是很理智的 大家願意去合理的 我不是很擔心找人選 找不到 當然有些很基本的要求 就是那個人選 大家都很期望 要感謝妹的主席 都應該是一個資深的 言役或者退休的法官 因為始終香港這麼多年以來 大家都是對法官的獨立性 而且因為他長度以來 因為本身是法官的時候 他本身已經是不會直接介入 政治事件 本身給他相對來說 是一個挑戰的地位 至於另外兩個人選 其實是很多可以談的 甚至呢 當然 坐在主持的時候 可以兩邊 甚至是 我記得 至少 我自己 從我自己的資訊 偷渡 即使很多前世抗爭者 如果你是主席 是法官 獨立的時候 如果兩個人選 甚至有些人說 有些人提出 會不會可以找一個 以前的警衛人 提到李明慧 或什麼等等 其實相反反應不差 當然不是說 個個都會認同 但是呢 因為 作人商會 其實他另一個監察 因為他很多的東西 他是要有版 有人寫報告出來的 即是他要解釋他的結論 他受了什麼證 這也是另一個監察 我覺得這個是相對來說 是一個看細節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政府願意去做 就我看不到 是找不到一些 大家的相對信仰 當然 也是那句的 你不會是有任何的建議 是百分之一百 香港人去接受的 所以政府經常都是一個 說法 你現在沒有大台 你跟誰談呢 但這個不是藉口 其實沒有大台不一樣 但是你要掌握到民意 因為負責政府 你會知道民情是怎樣的 你如果提出這個訴求是合理的 你是令到全港有八成的人都支持的 就算是有人 是不反對不支持的 那我們大家接受了 這個都是 整個我們都要去的 那一定是有人 他是不會想和解 他有他的原因 他是想繼續有抗争 但這個 不需要這麼介意那件事 你是做了一些應該做的事 合理的事 是團結回香港絕大部份的人 我只是補充一下 即是 今次林鄭 在推這個奴隸的時候 是 得罪了很多 選委會的人 即是特首選委會的人 我覺得如果你是要考慮人選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在選委會裡面已經有很多人可以讓你選 選委會裡面 為什麼我強調選委會呢 就是選委會在香港有一個憲制上的認受性 即是即使是你北京 你都承認這個選委會的憲制功能 那你變成不用說 即是說你選了滾亨的人 都是你那些人大政協 好像現在監警會那樣 十幾個之前 都穿了一半有政協的銀頭 超過一半是有政協的銀頭 那你誰去信呢 但譬如今次在林鄭這件事之中 很多選委會 法律界 工程界 社工界 新聞界 很多選委都有這個憲政地位 去作出他們的意見 你找回選委會的人 有足夠的人可以讓你去用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去建立一個 有公信力的獨立委會的時候 其實人選一點都不缺 Lunch time Lunch time Lunch time 大家要看 如果沒有再有其他問題 我可以 即是今天到這個 幾次會到一刻的結束 那就給大家今天 今天 可以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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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謝 謝謝 呃 謝謝 爹